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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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想讲示的是如何在Catheter Java系统内部实现Catheter应用的全文入跟踪 那当今这些分布式系统呢可以很复杂 如果想知道这个系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挺难的 所以我们需要可观测性数据 可观测性数据有三大块 指标 日志 不跟踪 这三大块呢以前每一块都有自己的导出还有可视化的方式 比如说指标我们可以用Permesis 日志我们可以用SLF4J 然后跟踪我们可以用Yager 光是要配置这些工具就已经挺麻烦了 所以直到直到VNCS在2022年推出了OpenTelemetry OpenTelemetry统一了三种可观测性数据的导出 而且几乎所有可视化数据都接受 来自OpenTelemetry格式的可观测性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说OpenTelemetry极大的简化了可观测性工具的使用 那积极到我们Empathic上的Java驱动来说 我们目前支持的这些指标 我们支持MicroProfile MicroMeter还有JobWizard 日志我们支持SLF4J这种都可以 像LogFact这种这种就可以 跟踪呢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原生的导出跟踪的方式 OpenTelemetry有他们的AutoInstrument 是一个JavaAgent 就是说假如说这个客户应用 有我们的Java驱动作为dependency 然后可以给这个卡通信息库发request 发请求对吧 那如果当我们运行这个客户应用的时候 是用的OpenTelemetry的JavaAgent来运行 那这个JavaAgent会自动提取出 关于Cursioner请求的跟踪 立马这些跟踪发到我们配置好的地方 其实那个OpenTelemetryAutoInstrument 也还不错 但是问题是我们以前Java驱动的 其实最外面暴露的信息不是特别多 就是比如说複色执行 从事在驱动内部排队的时间 排队的时间 这些信息是我们没有暴露出去的 所以那个OpenTelemetry的AutoInstrument 可以提取并导出的信息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后来开发了这个OpenTelemetry 概念验版本的Java驱动 这个版本呢 有对OpenTelemetry 格式的跟踪的导出 有人生支持 所以我今天想讲解的就是 如何用OpenTelemetry 全量路跟踪 来解决分布式系统中的问题 我使用的是Temple GrafanaTemple 来作为跟踪的收集和存储工具 然后Grafana来作为可视化和分析的工具 这个页面大致是这样子 左上角我们可以用TraceQL查询语句 来筛选我们想讲的跟踪 我这里写的是 导出用时长于5行秒的跟踪 然后左下角就会列出 列跟踪都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 在右边就会显示出 关于这个跟踪的详情 这里我想介绍两个重要的概念 Trace跟踪和Span跨度 那Trace跟踪呢 是一个请求在整个分布式系统中的 一个整体的试图 所以一个请求对应一个跟踪 那跨度呢 是一个请求在分布式系统中 各个部分内部的试图 所以一个Trace跟踪可以对应很多个跨度 而且跨度之间可有包含关系 像除了这个呢 是这个跟踪里面有三个跨度 而且第一个跨度包含着 这个跟跨度包含着下面两个跨度 一样的 然后跨度呢 我们可以附上见值作为跨度属性 好 这里我还想讲一下 解释一下一个请求一个愉快 可能有了两个意思 就是当我们客户应用 让我们驱动去发一个查询语句的时候 虽然在客户应用看来是一个请求 但是因为我们驱动可能会重视 我们还可能会推测执行 所以我们给数据库发出去的 可能不止一个请求 所以有客户应用看到的一个请求 和数据库给数据库发出去的请求 这两个可能不同的含义 那推测执行和从事呢 这两个概念 我在后面会详细解释 这两个概念 这两个功能呢 可以说是特分这数据库 作为一个分布式数据库 一个聚胜法宝 还蛮重要的 我后面会讲 那么我们回过来 回过来看 这个是关于那个跟跨度 就是客户应用看到的 那个总的请求的属性 我们看到这个属性 属性有这个请求的ID 还有汇报的名字 还有总共发了多少推测出行之类的 然后给数据库发出去这个请求呢 就可以包含更多的属性了 可以有conficency level 可以有coordination 就是这个协调器 就是我们的 我们这个请求发给哪个节点了 这个协调器属于哪个 data center 然后这个协调器的ID 然后这个语句是不是item open 是不是密等的 就是说这个请求 发一次 发多次有没有区别 有没有互作用 没有的话 就是密等的 然后page size retry count 然后这个呢 是这个查询语句是什么 图里的这个查询语句呢 是个预别的语句 prepared statement 所以它要参数 我们还可以 用上这个参数的值作为属性 这样的话 我们以后想筛选 我们想找的 跟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语句的参数的值 来筛选 那最后 还有这个协调器的 IP地址 还有接口 钻口 钻口 然后 其实Cassandra数据库内部 也是支持跟踪的 服务器专跟踪 我们确定在 我们确定在 发请求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语句 set tracing为真 那数据库 在执行请求的时候 就也会 记录也会 存储下来 关于执行这个 请求的跟踪 然后 如果我们想的话 在客户应用这边 还可以给数据库 再发一个请求 把之前的跟踪数据 给录出来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跨度 叫Cassandra in general 内部跟踪 我们可以看到它 是什么时候 数据库是什么时候 收到这个请求的 我们可以看到 数据库是什么时候 编译 什么时候 读了一行 什么时候联系了 其他节点 然后什么时候 返回了这个请求 因为Cassandra 是一个多节点的 数据库 所以 这个服务器的跟踪 会包含 关于性能优化 他们的信息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 它是很有用的 右边是一个应用的小例子 假如说我们想知道 为什么有的请求 会花在数据库里 会花很长时间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搜索 我们搜索 跨度为Cassandra in general 用时长于一个 special 长于30毫秒 那我们 就可以随便看 点开一个例子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符合条件的跟踪 它的语句是什么呢 是select star from flight where airport ID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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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后来可能 就会发现 原来数据库里 这个查识语句 被选中的行 有好几十万条 然后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请求 花那么长时间了 对吧 我们看到我们去还可以进入一场 这里是almost failed exception 就是说这个驱动认为 没有任何一个节点 可以满足这个 可以回复这个请求 所以这个驱动 就没有把这个请求 发出去 而且我们还会附上 snack trace 可以更好的帮大家 debug看 其问题是怎么发生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 案例升级 这个数据库呢 其实在 全球500强企业里面 是广泛应用的 像这个就是来自一个 呃 全球最大的 休闲服饰品牌 的一个公司 的一个实际场景 他们来问我们 他们说他们发现 那一个客户应用 如果他在同时 发一些很大很慢的请求 和一些很想很坏的请求 那这些小的请求 倾向于在驱动里面 排队才很长时间 他们发现有的时候 这些小的请求 可以在驱动里排队 还十几毫秒 还没有发出去 那就对他们说太长了 他们想知道 怎么能复动这个时间 这个当时是在我们 开发出这个open time 的去概念验证版本之前 然后我们当时花了很多 时间就是为了验证 他们所说的这个情况 是真实的 我们当时怎么做 我们当时先写了一个 定制化版本的驱动 然后这个驱动里要 会打更多的日誌 然后我们又写了一个 客户应用这个客户 先让他指发小请求 然后让他激发大请 这个化小请求 然后我们达到了日誌 日誌有个问题 就是你不知道哪几条日誌 是关于哄一个请求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又写了 一个python程序 就是为了分析 哪几条日誌是关于 同一个请求的 然后计算 每天请求在 在驱动里排队 排了多长时间 然后算金值啊什么的 才终于验证了 他们说的情况是真实的 就是 就是 大请求会是小请求 在驱动里排队 排更多时间 这么个事情 那我们看 如果我们有 前任务跟风 这个事情 会变得很容易 我们左边 能看到的是 让客户应用 直发小请求 然后我们筛选的时候 也是筛选 小请求的语句 筛选跨度是 驱动内部跨度 然后我们看到 用时 是两微秒 一微秒 对吧 然后右边 我们让客户应用 既发大请求 又发小请求 筛选 也是指筛选出 小请求的 跨度为 跨度名字为 driver 就是驱动内部跨度 然后我们看见 用时变成了 5微秒 10微秒 还有50微秒 对吧 这个序别就很明显了 我们就亲密的验证了 他们出的情况 还真实的 那么验证了 现象之后 我们就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 的猜想 我们猜想 这个调整 这个叫Neddy IO group的参数 应该可以 减少这个小请求 在驱动里 排队的时间 受到大请求的影响 那么如果我们有链路跟风 我们可以怎么验证这个猜想呢 左边是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到的图 就是末日的Neddy IO group 然后让它客户应用也是 既发大请求 又发小请求 筛选也是去看小请求的驱动内部跨度 我们看到 用时是5微秒 10微秒 对吧 而右边是我们把这个Neddy IO 固域值 设置为8 然后其他的一样 是应用激发大请求又发小请求 筛选也是只看小请求的驱动内部跨度 然后我们看到用时变成了1微秒 对吧 这个效果就很显著 我们就可以验证 这个调整 这个叫Neddy IO group的参数 确实可以减少 减少大请求对小请求 在驱动中排队时间的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案例分析 是关于cycle execution 推测执行 那假如说一个请求是密等的 就是说一个请求 发一次和发多次 没有区别 没有副作用 而且这是一个读请求的话 那么其实 我们驱动在把这个请求 发给第一个节点之后 如果迟迟收不到回复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请求 发给另外一个节点 然后看谁回得快 我们就用谁的结果 对吧 这就叫做推测执行cycle execution 我们经常有客人来问 我们这个推测执行是怎么回事 然后设置好之后 怎么知道推测执行发出去了 我们知道怎么验证 这个部分大不大 所以我就搭了这么一个环境来思线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来看 推测执行是怎么回事 以及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是架起了一个三个节点的cluster 然后我把语句的密整形设置为真 然后我等这个应用运行起来之后 人为的给其中的第三个节点 127.0.0.3 引入了100毫秒的网络延迟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搜索 跨度的cycle execution count 大约0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跟跨度下面 有两个叫做percentage request 对吧 那如果我们仔细看 第一个 第一个请求 发给了谁呢 发给了127.0.0.3 就是我们人为引入延迟的那个节点 所以在48行长之后 驱动又发另外一个请求 发给了127.0.0.1 那这个就是推测执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item prudence 密等性 我设置为了真 而且 常语句是读语去select 所以驱动才会发推测执行 不然的话驱动是不会发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如何 我是如何实现的吧 右上角的首先 右上角是我的仓库跟链接 如果大家想的话 欢迎大家课论下来 因为我待会儿会 待会儿会带大家一起搭一下环境 然后大家如果跟着我做的话 就可以亲手玩一玩 这些论度都是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欢迎大家课论下来 那我先回来讲 推测执吧 推测执是这样子的 客户应用包含我们Java驱动 作为dependency 然后Java驱动 与Catheter数据库交流 与此同时驱动还把跟踪 发给Tample Tample是这个跟踪收集和存储工具 然后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从浏览器访问Grafana Grafana是这个可视化工具 这个可视化工具 可以向Tample查询 相关的跟踪 那这就这样了 那么我是利用的EU EU的这个Request Tracker接口 来实现这个OpenTample 跟踪的功能的 这个EU的接口有这么些方法 有什么 UnSuccess UnError UnRequestSet 我是新写了一个Otel Request Tracker 所以呢 我大家如果想用这个功能的话 我需要大家在Application.com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加上这么一行 Request Tracker Classes等于Otel Request Tracker 而且在新建这个绘画的时候 我需要大家 传进来一个OpenTelemetry的实例 这个实例里面会包含 所有关于OpenTelemetry的Page 比如说这个跟踪是要Hugged 那就是这样了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环境吧 我时间原因我会过得比较快 如果大家没有跟上的话 还请大家读一下这个Request Tracker 这个具体细节在Request Tracker 里面都有 首先请大家克隆下来这个仓书 然后下一步呢 就是架起一个CastentureCoster 我们既可以在本地下车 也可以在语言上架起 在DataStacksAstro上面架 在本地下的话 就可以有这么多的控制 比如说你可以给其中一个 这点引用延迟 但是我理解这个配置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大家嫌佩又太麻烦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DataStacksAstro上面 建一个AstroThuralist的实力 还挺容易的 而且也是免费的 所以也还不错 然后因为在Astro上面 你建实力也很容易 我就不带着大家做了 我带着大家看一下 如何在本地下车这个CastentureCoster 那首先 如果大家 首先我们需要这个CCM CastentureCosterManager 如果你用的是Map的话 就用HomeBlue就可以了 BlueRestall BlueRestall CCM 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系统的话 就还请点开键跟链接 能看到其他系统的Installation Guides 然后等大家 在AstroThurnic CCM的时候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的Demo App里面有什么吧 首先有我的这个 定制化的这个 间接验证版本的驱动在里面 然后 Application.com里面 加上了这么一行 Request Tracker Cluses等于 Otel Request Tracker 然后Main Class里面 我在新建这个 规划的时候 我传进去了 WithOpenTelemetry 我传进去了 一个OpenTelemetry的实例 这个实例里面 包括一些配置 比如说去跟踪发给谁 这个很重要 我是发给了Localhost14250 然后这个Main Class 基本上就是每一秒钟 发送一次Select 然后发送一千次 循环一千次 基本就是这样子了 那希望大家现在 正在安装好的PPM 我们继续下一步 如果大家用的是Mac的话 需要大家促进这两行指令 来Setup Lookback Addresses 大家之后如果已经玩完了 然后想撤销的话 就可以跑进两行指令 就可以撤销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架下这个Cluster 我们跑进银行指令 银行指令的意思是 创建一个Cluster 它的名字叫TestCl 然后数据库的版本是4.1.5 然后这个Cluster 里面有三个节点 这样 然后你如果用的不是 Apple Silicon的话 你就可以CCM Start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用的是 Apple M1 M2的话 就会爆破 然后我们固定单贴 这几行指令就可以了 首先解决一个JNA 版本的问题 这是一个Dependency 旧的JNA 是不支持Apple Silicon的 然后再解决一个JVM Stack Size的问题 然后重生启动 就没问题了 我现在这个 我现在这个就已经好了 然后大家架好之后 如果本地安装了 CQL上的话 就可以访问进去 看一下是不是 真的架起来了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 好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去跟目录下面 好 这个Docker Compose Up Docker里面呢 其实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Tample 就是跟踪 收集和存储 还有Graphana 是可视化 好 跑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执行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执行Main Class了 这个就是已经跑出来了 每一秒钟就会发一个Request 这样 好 那我们 那就可以去127.0的运运 翻天 去看一下做方法 大家如果是第一次访问的话 需要大家输入密码 是Main 然后如果大家已经进来了 这麽个应面的话 需要大家点 左上角 Menu 开张 然后点Data Sources 数据员 我这里已经加好了 你们没有加好 需要点 Add New Data Source 然后选择Tample 作为种类 然后Graphana 然后稍微呢 需要大家输入 Data Sources 然后选择Tample Http Tample 3100 如果大家能够记住的话 可以看REME Tample 3100 好 我们点C1Test 这里没问题就可以了 我这里就上除掉了 因为我已经加好了 好 加好Data Sources 之后 还需要大家去 配单 然后点Export 你们第一次点Export 的话 你们会看到的是 这麽个界面 需要大家在左上角 选择Tample 然后就会来到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在这个 TristQL 辜佐栏里 打两个滑锅号 打一个滑锅号 然后点这个RunCurrent 就可以看到这些跟踪了 这还挺好玩的 然后 接下来我带着大家 还有时间带着大家 看一下怎么模拟这个 网络延迟吧 如果大家用的是Linux的话 就用PC 都可以 都很容易 如果大家用的是MAC 的话 就需要用PSPL 假如说 我们想给127.0.0.3 来 就是第三个节点 来引入这个延迟的话 我们需要去 这个文件 etcps.account 在最后面 加上这两行 这两行的意思就是说 127.0.0.3 904.2 都双向的Network traffic 都叫做Pype1 Pype1 加上这两行之后 然后我们找应用这个文件 然后加上这个100毫米的原始 确认一下加上了 然后enable 好 那我们去main class 我们去那个刚才跑的程序 如果我们搜索starting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一行的日子 意思就是说 我们推测之前已经发出秀 那我们去 如果搜索starting 最后的execution font 这个属性大于0 我们就能看到 你看 这里有两个content request 驱动先是发了一个content request 给谁呢 给127.0.0.3 是我们人文引入 网络延迟的那一个 然后 然后 因为很长时间 多长时间 70毫米都没有收到回复 所以驱动 又发了第二个 发给了127.0.0.1 这个就是Pype1 这个就是推测执行了 那 时间原因 我就不带着大家继续 继续玩这个了 如果大家有时间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里写上 Centracing为真 这样的话 就可以看到 Centracing内部的服务器的跟踪 好 那我们回到架构 这样回来 其实 我要承认我这个架构 我代表我这个架构 不是很理想 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服务器端跟踪的话 我们还需要客户端给服务器端再发个请求 就是把跟踪读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 在客户端代表的服务器 把他的跟踪 发给 OpenTelemetry Collector 而这其实不理想的 理想情况上是数据库和客户端各自 把自己的跟踪 发给自己的OpenTelemetry Collector 然后再用 W3TradeContact联系起来 这样才是比较好的架构 所以这里我想推荐一下我同事 Ethia Marisha 其实他在Cassandra Summit上面分享过 Demo过这么一个更好的架构 只是说这个更好的架构稍微难一点 因为我们至少需要Cassandra一个新的release 才有可能实现这个功能 不过其实不管是我的架构 还是这个更好的架构呢 其实我们要实现 我们要发布这个功能 都非常需要来自Apatic Cassandra社区 还有Apatic Cassandra Java Driver社群 的成员的支持 所以今天我想感谢大家 来听我展示 我非常珍视大家的反馈 那 现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问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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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